大家好,今天天气不错 来鱼旁盖一下火 在这中间,买一根水管进去 等它水位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让它从水管里流下去 现在的水都是从这里流下去的 以前没考虑清楚 每天24小时不停地流的话 这边容易冲垮了 以后不下大雨,水就不往这边流了 所以从那些水管里流下去 等它当大水的时候再从这种水 但是我没想过,可以露水 然后问了一下别人 要不少钱,咱俩就算了 这边还高了一点 还有吧 现在弄好了 刚才仔细一看 这橘子树开花了 里面放个袋子 水流出来的时候 就不会直接打到提花杖 然后冲垮了 这管子稍微短了一点 现在去捞点水草 给鱼跟鸭换点口味 这里长了几个野草莓 我们叫泡 富废 这个温暖 没有了 全是蚂蚁里面 蛔arks 都泡了 吃这个东西一定要看一下 这里面要看见有没有虫子 我估计没有虫子 也被虫子清过了 烙鱼放鱼团 鸭子没事它会去吃 草鱼我估计也会吃 草鱼团 好重 小时候放就回家 经常去捞尾鸭子吃 水草繁殖很快 鱼汤里挡满了 鱼容易缺氧 鱼翻糖 偏热的时候 鸭子就不怕了 鸭子就把它吃掉 现在来喂一下鸡 鸡应该适应这里的环境 这样到处跑 你跑下来了 就跑下来了 这样它们会自己找吃的 开饭咯 好痛啊 好痛啊 上次买的鱼米粒 比较碎 粉末状的 要大深一点 它会结成土 机器比较方便 不要浪费 好痛啊 快快快快快 哦 不要点鸡 不要烙 不要 天黑了,回去了